OK 各位杰斯家人杰斯伙伴大家好 那在我们今天要开始之前呢 可不可以麻烦大家给我一个回应 可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谢谢 那真的是首先要很感恩 有杰斯这个平台 真的因为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没有分国界 不分时空的限制 大家都可以随时可以在空中 跟我们的伙伴家人相见 谢谢大家 我看到回应了 可以听到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事业说明会 但是在我们的事业说明会之前呢 我想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我叫Michelle 我现在在洛杉矶 我的中文名叫小红 小小的彩虹 我现在呢 是在教会做全职的义工 可是杰斯呢 是我的一个兼职 我大概每天有一两个小时 只是在做杰斯 可是起初呢 我对杰斯呢 只是从他的产品去认识他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是在给我的妈妈 在寻找一个好的产品 因为我的妈妈呢 是乳癌患者 而且她自己有三高糖尿病 也有风湿 关节炎 所以那个时候 当人给我介绍任何一个产品 可以帮到他身体健康的时候 我都愿意去试 所以当我们教会一个姐妹 给我介绍杰斯的产品的时候呢 我毫不犹豫的立刻给我妈妈就 选购了我们杰斯的产品 那当然妈妈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效果非常的明显 很多人看到妈妈的精神好了 也看到她的反应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进步 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开始问我说 那个李妈妈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像看起来精神特别的好 从这样子呢 我就开始了 杰斯的生意是在不知不觉中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自己对杰斯这个生意 这个平台呢 是完全的不了解 所以呢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我心里面想 会不会我的朋友 当我介绍生意的时候 我的朋友会认为 我要试图赚他们的钱 所以那个时候 我通通都不介绍生意 然后有人问我 为什么看起来李妈妈最近 精神非常的好 我就告诉他们说 我有一个网站 你们可以自己去了解 就是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也有一点点的收入 可是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平台的宝贵 在财富自由上 可以帮助我的这个宝贵的平台 一直到有一天呢 有一位单亲妈妈 当这位单亲妈妈来到 我的办公室 她跟我分享的时候呢 她正是要找一个机会 就是很小的投资 可是透过她自己的努力 和多年的经验 可以让她能够一个小小的投资 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回馈的一个机会 所以她听说 小红你是不是在做这个生意 那我当然是不懂这个生意 当时她就给我上了一课 是因为这位单亲妈妈 使我整个的思维改变了 我就开始去学习 透过学习 我才明白这个平台 不单单是只是让我们可以健康 可以让我们年轻 让我们漂亮 她还给我们机会可以得到财富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 她给我们机会 把我们以前人生很多的经验 可以借助这个平台 去帮助我们周边的朋友 也就是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的一个宗旨 就是爱 奉献和感恩 所以借着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成功 也因为他们的成功 我们也享受到成功的快乐 因为这个原因 我现在更多的投入到杰斯 那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杰斯到底是一个样 什么样的平台 可以让不同的背景的人 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经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那杰斯呢 英文是叫Genest Genest呢 是一个法文 它的意思呢 是永远年轻 这个永远年轻的意思呢 不只是讲你的外表 看起来年轻 是你的细胞优化 从里到外 从外到内 你真实的体会到 你的年龄 你的反应 回转到10到20年前的状态 那我们公司是2009年的 9月9号成立 我们成立的 我们的创办人呢 Wendy Lewis和Randy Ray呢 这两位创办人 他们的背景呢 非常的不一般 那我们的Randy呢 是设计电脑后台的 那我们的Wendy Lewis呢 她是专门做那个 她是一个数学双博士 所有的这些后台的设计呢 是因为他们累积了20年的经验 这20年来呢 他们给美国的很多不同的大公司设计后台 所以当我们的公司开盘的时候呢 所有这些优势他们都保留下来 所有以前公司可能会有的弊端呢 都已经拿掉了 所以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呢 可以说把他们20多年的精华经验都放在我们的后台 所以即便是对一个电脑不太熟悉的人 包括我自己 对电脑完全都不熟悉 可是因为他们用这么高端的科技 设计一个非常容易让每个人都操作的一个平台呢 可以让一个平凡的人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得到一个不平凡的回报 那我们公司短短的5年的时间 今年的9月份我们刚好是我们劫司的5周年的周年庆 在短短的5年呢 我们已经去到了将近200个国家加上地区 能够这么短的时间是很多的公司是经过30年50年才能达到的效果 为什么我们公司在短短的5年就可以呢 就是因为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全球联网的平台 也是因为我们的Randy Lewis和Randy Rigg 他们所设计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平台 用最高科技的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那当然了 我们的公司首先抓到的是两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呢 就是生物科技的趋势 既然我们谈到生物科技 那我们一定就要谈到我们生物科技领军的这些医疗团队的 强棒的医疗团队的领军人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逐一的介绍我们的团队领袖 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医师 在我们的影片 在我们的投影片的右上角 他叫Vincent Gimpapa医师 那Vincent Gimpapa医师 如果您可以上Google的话 可以查到非常多他的报道 那Vincent Gimpapa医师呢 他被称为医生中的医生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只要你是要考抗老化研究 只要考这样子的医生执照 是要通过一个医生资格的考试 那这个考试的试题呢 就是由我们的Vincent Gimpapa医师所出的 所以他被尊称为医师中的医师 当然他本人呢也出了很多的著作 所以大家如果百度或者是Google 可以看到很多他的报告 那在我们的屏幕的右边呢 下面这位医师呢 就是知名的Nayden Newman医师 他自己在比华丽山庄拥有自己的诊所 当然进出他诊所的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些大明星 还有一些主流社会非常知名的人士 当时我们的老板呢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是因为他当时膝盖有问题 所以呢他进到那个Nayden Newman医师的诊所 他看到这么多知名的人士 都从Nayden Newman医师那里 拿走小小的一瓶小小的精华液 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那当然在后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精华液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契机 我们的Wendy Lewis和Randy Ray 这两位founder 他们就跟Nayden Newman医师合作 开始我们公司全球爆发 就是因为Nayden Newman医师所研发的 成人干细胞的技术 基本上呢 只要是跟成人干细胞有关的发言的 发言人最权威的 就可以说是我们的Nayden Newman医师 如果您Google也会发现非常惊人的很多的报告 而且在美国很多的主流大媒体 以及很多的就是电视台 都有报道Nayden Newman医师的研发 好那刚才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图案呢 上面就是我们公司的几款主要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对你细胞的修复和再生 就是一个细胞优化管理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有 有一些疾病或者是所谓的亚健康 其实所有的病归根到底说到底呢 实际上就是细胞生病了 只要我们的细胞生病了 就反映成我们出现了一些免疫功能的下降 老化的现象 所以只要我们的细胞是年轻的 细胞是强壮的 我们的身体就是强壮的 好Nayden Newman医师所研发的成人钙细胞 这一套产品呢 在我们在我们杰斯可以说是一炮打响 那我刚好是昨天我去吃饭的时候 非常有趣 我在吃饭的时候 因为在这边吃饭有时候 大家会把盘子下面放一个纸给你垫起来 那在这个纸上面就会有很多的广告 那我就在那个纸上看到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就说3D的提拉 这个3D的提拉毛孔的收缩 以及美白 整个这一套的效果 特惠的价钱 非常优惠的特价是1000美金 当我看到这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们非常的有福气 因为Nayden Newman医师 跟我们研发的成人钙细胞 这一套技术的精华液 以及日双晚双 所有的这一套技术 只需要你每天 成人钙细胞的技术精华液 每天投资在自己身上3块美金 你就可以达到刚才 所有这个广告上讲到的效果 提拉的效果 这种不开刀的拉皮 我们仅仅每天3块钱 就可以达到别人要用1000块特惠价 才能达到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说 杰斯给我们提供的平台 是让我们一个普通的人 可以去赚一个专业人士 美容院专业人士才能赚到的钱 甚至于是专业医师才能赚到的钱 那成人钙细胞 在我们的精华液里面 有200多种以上的成长因子 成长因子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化学的语言 就是当我们从25岁开始 我们渐渐的我们所有的蛋白质 开始缓慢了 不再分泌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就出现老化的现象 皱纹就出现了 斑点出现了 松弛出现了 如果我们的各种蛋白质 还可以正常的分泌的话 那我们就会延缓我们这些所有的症状 那我们在成人钙细胞的技术里面萃取的成长因子呢 就是达到这个效果 它就是细胞之间的语言 这个成长因子进去呢 就叫我们各个蛋白质的细胞开始重新工作 开始从领导外 重新生长各样我们皮肤需要的蛋白质 那透过我们的医学临床的研究呢 也可以看到最低都可以达到70%的效果 就是从皮肤的提拉 还有紧实毛孔缩小 那我想有美容专业背景的人士都知道 毛孔缩小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工程 可是我们的精华液早一滴晚一滴 你就可以达到皮肤焦嫩光洁紧实提拉 还有毛孔缩小的效果 那我们来看几组图片来看一下它的比较 那我们在图片上很明显的看到 在这位女士使用我们的精华液之前呢 她的皮肤是暗沉的 还有她的脸部是松弛的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脸颊是松弛 还有法令纹 效纹都非常的明显 可是在使用了30天 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呢 很明显的看她的皮肤是紧实亮丽了 当然我们有个体的差异 不是每个人30天都有效果 有些人可能低于30天就有效果 有些人可能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那根据医学的报道呢 我们的细胞的更换的周期呢 是30天 所以一般来是90天三个月 对不起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三个月我们会看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不同的效果 那这个照片就更加明显了 我们可以看到她在使用前 她的眼睛几乎都已经下垂了 可是在使用后 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眼睛提拉起来 那当然她下巴上有一些痘子 大家也看到了 在另外一张照片使用之后呢 这些痘疤都没有了 当然爱美不是女士的专利 现在很多的男士也知道了 其实我们的形象非常的重要 很多的男士也开始保养自己的皮肤 那我们在这个影片上也可以看到 左边呢 这位男士没有使用的时候 非常的明显 她的毛孔非常的粗大 在她使用了30天之后 很明显的看到 她的毛孔已经缩小了 还有她脸上 其实也有一些痘痘 在她使用30天之后呢 也可以看到 她的光滑的皮肤 比以前要干净光滑很多 那这位女士 我们从她的脸上就看到了 她是多么的开心 因为她之前很明显 看起来比她之后 使用产品之后 至少老了10年的样子 在她使用之后 她的整个人 不但是皮肤漂亮起来了 整个人充满了自信 我们可以看到 她眼睛都放光了 那这一位女士呢 她在使用前 我看这个 大家一看就知道 都不用我再多讲了 在使用后呢 她的皱纹明显的减少 脸部也提拉上去 我们可以看到 她眼睛周围的皱纹 几乎是没有了 在使用之前是非常的严重 好那接下来呢 那这款产品叫Reserve 也叫百里卤橙 那百里卤橙呢 其实呢10年前 大家就已经发现了 其实最早大家发现的时候 是透过法国的一个悖论 就是大家发现法国人的饮食呢 跟欧美人士是一样的 其实是非常的不健康的 是非常的那个高脂肪的 可是他们的寿命呢 却非常的高 仅次于日本人 所以大家就开始研究 为什么法国人会有这样子一个 跟大家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 后来大家发现 因为法国人喜欢喝红酒 那在红酒里面有一个成分 就叫做百里卤橙 这个成分就是使法国人可以逆转 使他们虽然吃的不健康 可是因为这个逆转因子在里头呢 他们可以达到仅次于日本人的寿命 这样子一个破纪录的一个纪录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 就引起了医学家的重视 大家就开始研究百里卤橙 然后就发现百里卤橙 可以真正的称为是 21世纪真正的抗养 抗衰老最好的一个盛品 那当然百里卤橙被发现之后 市面上就有粉剂 胶囊剂片剂 可是百里卤橙 透过肠胃是没有办法吸收的 你吸收的量很少 那我们都知道再好的东西 如果你不吸收 那就是一个浪费 所以我们公司跟市面上的 百里卤橙的不同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不但我们不是一个单方 我们是副方 而且我们解决了百里卤橙 吸收的问题 我们的吸收方式申请了专利 我们透过口腔粘膜的吸收 用的是悬浮凝胶的技术 胶囊的不是用胶囊的形式 是悬浮凝胶的技术 悬浮凝胶的技术 是最快被人体可以吸收的 而且透过的是口腔粘膜的技术 那我们都知道 一般来说心脏病患者的话 当他们吃救星碗的时候 他们会把救星碗含在舌下 为什么呢 因为那就是口腔粘膜的吸收方式 它的速度仅次于打点低 那我们公司呢 就是采取的这样子 一个最快的吸收方式 不但如此 因为我们加了配方 我们的配方里面有 巴西紫莓 黑莓 红樱桃 红石榴 蓝莓 还有芦荟 还有绿茶 那其实我前两个礼拜呢 我去中国的时候呢 碰到我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非常的注重养生 他也知道现在医学界讲的 我们每天正常来讲 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们需要吃五种水果 或者是五种蔬菜 要不一样的 那他也算过 他说我每天去打这一个 就是果汁或者是苏果汁 其实花下来的钱不便宜 可是这样一包百里无存 里面含了这么多的 高抗氧化的水果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巴西紫莓 蓝莓 红樱桃 红石榴 这些东西到超市去买 他说没有一样东西 我可以用20块人民币可以买到 如果我要打一杯 这样子浓缩的水果汁的话 哇 那应该是一笔不小的钱 每天要投入 可是这一袋里面包含了这么多的东西 他仅仅需要我花20多块人民币 哇 这个实在是太划算了 当他跟我分享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人生说实话 我们经常说我们在投资 我们在投资 可是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在哪里呢 其实人生只有一个投资 是你百分之百 可以马上拿到你的回报率 而且是高于百分之百的回报率 这个投资呢就是投资在我们自己的大脑和我们的健康 因为想想看 我们这一生会不管我们是贫穷富贵 健康生病 不管什么原因 会到最后一分钟陪我们闭眼睛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这一生真正的投资 只有投资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爱惜我们自己 这个投资呢 是马上可以百分之百的回报在自己的身上的 其他的呢 真的说的不好听 我在那个微信上看到一个报告是说 如果我们攒了很多的钱 存了很多的钱 可是没有机会花到 那那个钱呢 不是我们赚的钱 那个钱只能叫做遗产 我们真正赚到的钱是我们用在自己身上 让我们更健康 让我们更有成长 更有智慧的 那才是我们赚到的钱 那百里卤唇呢 在我们公司 我们的Respiratory Reserve 里面除了百里卤唇 还有这七八种高抗氧化的植物 可以让我们每天只花三块多美金 那人民币二十多块 台币差不多一百块 我们就可以百分之百 每天回报在我们自己身上 让我们的细胞年轻十到二十岁 让我们自己享受年轻健康的同时 我们却因为Wendy Louis Randy Ray提供的这个平台 还可以在自己健康的时候 给自己预备一个机会 给自己储备退休的资金 那当然了 我们的产品除了内服的 就是外插的 那我们外插的呢 就是内德牛门医师 所给我们研发的精华液 我们公司的产品除了这两个主要的产品 还有其他的产品 重点都是在我们的细胞管理和修复 让我们的细胞年轻 修复我们的细胞 让我们细胞再生的是强壮的细胞 是健康的细胞 那既然如此的话 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背景 那我一开始呢 纯粹是为了我妈妈的健康 我并不了解这个生意 甚至有一点点的拒绝 可是当我看到妈妈的身体好了 我妈妈的癌友也来使用这个产品 身体也好了 那跟我妈妈一样有关节问题的人 他们的关节也减缓了疼痛 还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 他们的药物从三颗变成只吃两颗 甚至一颗 当我看到这个效果的时候 我知道这是一个助人的视野 它可以帮助很多在疾病中痛苦的人 可以摆脱疾病的痛苦 可是不但如此 我也发现 其实我们想一想 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们生下来 我们就要会走一条路 这一条路呢 就叫做生老并死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我们的生 也没有人可以控制我们的死 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老 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生病 那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一样东西 可以帮助人延缓衰老 可以帮助人比较不生病 那这个市场是无限大 因为只要世界上还有人生下来 每个人都会走生老病死这条路 每个人都不想病 每个人都不想老 那你想一想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只要有人内就有需要 我们公司的市场是不是很大 而且我们公司的产品 是领先我们同业5到10年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好像说我今年46岁 那我可能比我们今天在视频上的伙伴 可能比我们的伙伴稍微年长一点 或许我比你大5岁或者是10岁 那过5年 我还是比你大5岁10岁 过10年呢 20年呢 只要我的生命还存在 我还在成长 我仍然比你大5到10岁 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公司 我们的研发团队 在不断的研发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起步就赢在起跑点 我们的起步就比别人提前了5到10年 所以我们继续的成长 我们永远领先5到10年 这个市场就无限大 好 既然有一个无限大的市场 我们要怎么去运营这个市场呢 好 我们公司 对不起 这个影片今天是 影片可能是放错了 放的是英文的影片 可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 我们还是可以来了解我们这个独一无二的平台 那我们公司的金流和物流非常的漂亮 我们的物流可以说是门对门寄到订货者的每个人的手中 不需要像很多人开淘宝网店 当然淘宝网店也是不错 可是它要解决物流的问题 可是在我们公司也是网购 也是联手开店 可是你却不用担心你的物流 因为我们公司会门对门 透过我们全 在全球的分公司 以及在全球的 我们的仓储中心 把产品门对门的寄到每一位订货者的手中 那我们的金流更加漂亮 在美国我们的经销商 每个礼拜四我们就很开心 在加拿大也是 我们就收到公司的支票 因为我们公司的奖金是周新制的 每一周都会收到 可是在每家之外 那就更幸运了 公司会随着您第一次的订货 赠送您一个全球提款卡 那公司会把这个奖金打在您的提款卡上 当您拿到这个提款卡的时候 您到中国呢就是以美金结算 因为我们的奖金都是以美金结算 可是美金结算当天的汇率 你在中国拿到的是当天汇率的人民币 如果您到香港呢就是港币 到美国呢就是美金 到日本呢就是日烟 所以一卡在手 你就可以走遍全世界 那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怎么开始呢 非常的简单 当我们付29块9毛5美金 我们就付了这个管理网店管理费呢 我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你就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 你跟公司呢就成为了合伙的伙伴 合作的伙伴 那公司就会给你一个个人的网站 在你的个人网站里面 你所有经营这个事业 所需要的所有的工具呢 都预备在你的网站上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 你第一个可以拿到的奖金 是什么样的奖金呢 那第一个奖金呢就叫做 我们中国呢是叫做批发零售之间的差额 这个奖金呢就是当你成为我们公司的经销商 或者成为我们公司的产品的体验者 都没有关系你已经拥有了你的网站 从这一刻开始呢 你所有的产品都是以批发价来订购 可是在你的网站上 你的朋友或者是陌生人 透过微信 透过你其他的媒体 你把你的网站分发出去的时候 其他的人上这个网站 他能够看到的只有零售价 所以在批发价和零售价中间呢 就是有51块的差价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每一次只要有人上网 在你的网站订购了一个产品 主要的产品 我们的精华液或者是AMPN 或者是百里卤唇 你就有51块的差价 那这个差价呢 什么样的朋友是比较容易赚到呢 那基本上是比较专业的美容师 他有自己的美容院 或者是有代理自己的保健品的那个商店 那这样子的伙伴呢 他们是比较容易赚到这个钱 因为他本来就在代理不同的产品 所以他仍然是可以多代理一个产品 从我们的杰斯产品的每一次的出售中 赚到这51块 可是就我们来说呢 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地面的 那个店面的时候呢 通常来说 我们大部分人是不去赚这个51块 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 如果知道我们给他的产品有赚51块 可能我们的朋友会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机会介绍我 我也想拿批发价 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这个地面网店的人呢 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伙伴不赚这个51块 那另外一个奖金呢 是什么奖金呢 叫做介绍费 推荐奖金 简单的说呢 他就是介绍费 那我想这个概念呢 也不是新奇的概念 就好像我的女儿 他去念那个美术学校的时候呢 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介绍我去 所以当我的女儿去念这个美术学校的时候呢 校长呢 就给我的朋友一个感谢的介绍费 感谢他介绍我的孩子 也去这个美术学校去学习 就给他50块钱的介绍费 同样这样的概念呢 在我们杰斯也有哈 在我们杰斯是从25块美金到500块美金不等 根据你介绍你的朋友使用哪一款套装入门 来决定你的奖金从25块到500块不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上的是美国的套餐 那在中国和台湾的套餐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如果有新的朋友在我们的视频上呢 您可以询问邀请您来的朋友 在他的后台上 你可以看到当地的套餐是不一样的 那举例来说在我们美国呢 我们的套餐有不同的选择 那怎么选择这个套餐呢 其实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因为有些人呢 他就是在找 有些朋友就是在寻找一个商机 就像我刚刚分享我的单亲妈妈朋友 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以小国大的商机 因为他才移民到美国来 他没有人脉 没有背景 没有资金 对他来说 他能够做的一定是小小的投资 但是有机会让他借力 可以赚到一个不凡的收入的生意 他寻找的就是商机 那如果我们的朋友他就是要寻找商机的话 我们就推荐一年的全年套餐 为什么呢 因为在全年的套餐是一次的投入 全年你都不需要有任何的投入 这是他的好处 你就不需要 因为我们的公司只要你要想作为一个经销商 你想做老板 你想跟公司合作 或者你想一直体验这个产品 你一直想健康 一直想年轻漂亮的话 那你就每个月要使用最少一款产品来代言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全年的套餐 一次性公司把所有的产品给你寄过来 大概是三到六个月的量 寄给你 你就不需要再订产品 你拥有一年做全球生意的资格 不但如此 公司赠送你90天做蓝宝的资格 那蓝宝是什么概念呢 就好像说 我们进到一个公司先是做新人 慢慢的呢 我们可能有一点经验了 做一点有经验的业务员 然后我们就作为部门经理 然后我们做经理 可是如果公司一进门就说 好老板一进门就请你做经理 那你的起点是不是比较高 所以当你买全年的套餐 等于你进门就做经理 你进门就可以拿到经理 就可以拿到的奖金 就是除了你刚刚我们讲到的奖金 还有我们后面会讲到的管理奖金 那也有的朋友是说 我对生意暂时还没有什么兴趣 可是我对产品非常的有兴趣 因为我想年轻 我想我的父母健康 我想自己健康漂亮 就好像我开始是为了我妈妈的健康 那当然我看到它的效果好了 我也想健康也想漂亮 我自己也忠实的成为一个产品的使用者 那你可以选择我们799 这是美国的套餐 因为799的产品大概有三个月的量 大家还记得透过医学的报道 我们的细胞的更换的周期是90天 就是三个月 所以三个月你给自己一个客观的体验 你看一看这个产品 三个月会给你带来什么效果 那如果你做生意 你当然更需要认真 如果今天我们合伙做生意 你投资10万 然后跟我一起合伙 我们开一个餐厅 那我是很有诚意 我说好 你投资10万 我要很认真的跟你合作 我跟你合作一个月 我投资100块 你觉得这样子我是认真的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你至少给自己认真一年的时间 拿出你的认真的时间 去做一年的生意 看一看杰斯这个平台 为什么在短短的五年造就30几位百万富翁 甚至于是千万富翁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当你用这样的观念进来的时候 每天三块钱投资在自己的健康 来运作这个生意 给自己一年时间 你就选择全年的套餐 当然也有其他的套餐 你根据自己的喜欢 可以你的需要来选择 那我们另外讲到的一个奖金 这个奖金就叫做消费积分奖 那消费积分奖是什么概念呢 我想大家也不陌生 那我们现在都使用信用卡 在我们的信用卡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当你累积到一定的点数的时候 信用卡公司就会给你赠品 或者是离卡 那在我们杰斯 当你累积到一定的消费积分的时候 我们公司赠送你的是美金 美金现金 那怎么讲呢 简单的来说 当你成为我们的经销商 成为我们的 或者是我们的产品体验者 公司的后台就立刻送给你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自动就给你分了 左边一个营运区 右边一个营运区 从这两个营运区 不管是你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朋友 只要他在你的后面加入 因为电脑是不能插队的 只要他加入的时间比你晚 他一升的积分 你都可以和他共享 这是一个很深的概念 就好像你的信用卡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累积1000点才能够有奖金 而是只要跟你用同一个公司信用卡的人 他比你后参加 他使用的点数也可以跟你共享 大家想一想这个累积是不是更快 所以当你两个营运区一边有300分 一边有600分 可以互换 不管哪边有600 300 公司就给你35块的现金奖励 那这样子奖励呢一周最多可以拿750次 也就是美金26,250块 那一个月差不多是11万美金 才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有可能吗 那短短的5年杰斯已经创造了35位钻石 他们都已经达到了这个达到了这个收入 也就是说这个平台已经造就了这样的人 就证明他是可行的 既然是可行的 只要我们愿意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平台 我们也可以达到 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奖金呢叫做管理奖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当你选择全年的套餐 你一进来的时候就可以拿管理奖 管理奖呢通常是当你自己加入之后 你推荐了8个网店 你自己直接推荐了8个网店的时候 当这个8个网店的任何一个网店 他也在赚取我们刚刚所讲的消费积分奖的时候 打个比方 消费积分奖这个月你推荐了我作为你的第一级的经销商 那我这个月呢 我的消费积分奖我赚到了2000块 那你有机会呢拿到20% 也就是说公司给我2000块的同时呢 公司额外的付给400块 谢谢你推荐我成为你的伙伴 也谢谢你帮助我成功 那当我的朋友也看懂了这个生意 他也想在这个生意也借助这个平台 也可以有这样子一个额外的收入 当他很认真的做的时候 打个比方我推荐了我的朋友 他这个月赚了2000的时候呢 我可以拿到20% 因为公司感谢我把这个生意介绍给他 而且帮助他成功 那公司也非常的感谢你 帮助我们两位成功 所以公司在他的基数上 他的2000 额外公司给你15% 也就是300块 发到您的奖金里面 那当然第三级呢就是10% 第四级到第七级呢 都是各5% 也就是说你帮助越多的朋友成功 你的奖金越多 所以他叫做管理奖 因为你在帮忙别人 在管理他的网站 在帮忙你的朋友成功 那这个生意呢 到最后我转型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以前呢 我不了解电子网路生意 那个时候呢 我非常的担心 我想以前所听到的 都是非常负面的话 我想如果说我做一个生意呢 可能还没有赚到钱 却失去了朋友 我一定不做 即便是赚了钱 可是朋友都不理我了 我也不会去做 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生意呢 是当你帮你的朋友先赚到钱 甚至于赚到比你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公司感谢你 额外给你一个感谢的比例的奖金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生意我就很愿意做 因为这样的生意 我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亲近 大家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因为当你愿意帮助别人先成功的时候 其实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 所以呢 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管理金这部分呢 如果你看懂了这个生意 一进门你就拿这个管理金 就选择全年的套餐 那现在讲到的是我们公司的等级 你怎么样去拿到这些管理金 我们刚刚讲到拿到三级的时候呢 也就是蓝宝 再往上的时候 我们公司蓝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 你开始在公司里面真正的赚到钱 当你帮助你的朋友 你推荐了八位朋友 你帮助这个八位朋友中 任何两位成为蓝宝 或者是说你推荐了12位朋友 每个朋友都各自找了两个合作伙伴 这个时候你自己本身是蓝宝 你只要在这12个朋友中 任何两位朋友 你帮助他也成为蓝宝 就是帮助他也帮助他的12位伙伴 每个人找到两位伙伴 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红宝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拿到第四级的管理奖金了 那我们公司的奖金都是非常的透明的 当你拿到第四级的时候呢 你35块一个月是可以拿200次 所以你最低算一下都有7000块 不但如此你还有管理金哦 那管理金通常是你的消费积分金的1到1.5倍 也就是说你最少会有15000以上的收入 当你再到下一个等级成为那个绿宝的时候呢 你只要帮助你这12位朋友 另外两位朋友再多帮助两位朋友去成为蓝宝 然后你一个月有500次可以拿到35块 您就是绿宝 当你达到我们公司的级别 钻石就是可以全球分红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再在12位朋友中 你再多帮助两位朋友成为蓝宝 也就是说在你12位朋友中 你再帮助两位 一共帮助6位朋友成为蓝宝 那么你这个月呢 又有1000次拿到35块 你就是钻石 所以呢 这个生意就是你尽量的去帮助你的朋友 去成功帮助你的朋友 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收入 你自己呢 也可以成功 那接下来的一个奖金呢 就叫做全球分红 那全球分红呢 是当你达到钻石 或者是双钻的这个级别的时候呢 公司就把全球营业额的点数的3% 分给有这个资格来分的各位领袖 那据说呢 每一次都是几十万美金 我想既然这个已经是现实了 已经有人印证了 就证明它是可行的 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法 我们也一直去坚持去做 我们也可以达到这个结果 那当然了 公司还有一个很好的奖励呢 这个奖励呢 是比较容易拿到奖励 但我们捷石公司呢 最早拿到奖励 最开心 最容易拿到奖励 就是奖励旅游 那奖励旅游的那个分数呢 会在你的后台 都可以看到每一次呢 公司要求的这个分数都不一样 可是是容易达到的 因为公司想把这个喜乐 想把这种快 就是成功的快乐 跟每个人去分享 那我们在杰斯看到 每个人来参加杰斯的背景都不一样 他想在杰斯要到的东西 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呢 是真的 他来到杰斯 就是看到这个平台的可行性 他希望给自己储备一个额外的收入 或许自己退休之后呢 退休的生活品质不会下降 那有些人呢 加入杰斯就是想要 哇 听说杰斯每年都有两次 全球去旅游 我也想去 而且是免费的 我为什么不要去呢 我只要愿意保养我自己健康 愿意守护我家人的健康 健康和年轻 我就有机会去全球旅游 有人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去交朋友去全球旅游 来参加杰斯 那当然也有人参加杰斯的原因 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平台 可以帮助其他的人成功 就好像我的一位朋友 那他自己呢 是非常成功的一位那个专业人士 他自己经营的那个 经营的金融公司呢 是很庞大的一个金融公司 他很想帮他的亲友 帮他的朋友也赚到钱 可是他这个动作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因为他的朋友没有他这样的资源 没有他这样的资本 所以他即便想帮 可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的朋友也没有他这样的商业的背景 所以当他参加杰斯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没有想到 我以为他只是要健康要漂亮 我跟他介绍的时候只是介绍产品 我完全没有想到 他马上看懂的是这个声音 其实我自己也学到一个功课 那其实往往他有这样子的背景 有商业背景的 或者是有独特眼光 看得到市场趋势的人呢 他往往一眼就会看懂这个商机 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那这个的话我可以帮到我很多朋友 因为以前他们想跟我合作做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们的背景 他们的资源 他们的专业都没有办法和我合作 可是这个生意 我可以给他们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给他们了 我可以帮帮他们怎么去做 让他们也可以有一个机会赚钱 所以在这个生意中 在杰斯这个平台 你会看到不同的人 因为不同的梦想 他们想得到不同的东西 都透过这个平台 因为我们的平台是掌握了两个趋势 一个是生物科技 人人需要 一个趋势就是自由 财富自由的趋势 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观念 就是消费转投资 把消费 把开支变成投资 我在消费的同时 就立刻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财富的机会 所以很多人到杰斯 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学到了很多不同的知识 包括我自己 以前不了解这个生意 也看不懂这个生意 现在在杰斯 交到了很多的新朋友 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也知道了 如果顺着趋势走 那你就事半功倍 我们也知道 在所有的商业里头 都会经过四个等级 四个阶段 任何一个商业 经历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只是刚刚开发期 那开发期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还不知道 所以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 在过河的时候 那经过了开发期 如果这个产品被认同了 被接受了 被印证了 它就进入了大家的关注期 大家开始追踪这个产品了 那我记得我们在今年2月份 很多的伙伴 他们在订购百里卢存的时候 甚至于等到5月份才收到了百里卢存 为什么呢 因为完全没有想到 我们在不打广告的情况下 因为很多使用了百里卢存的朋友 看到了它的效果 很多的人都来订购百里卢存 那我们公司所有的产品都是纯天然的 我们都是在美国原装百分之百在美国生产的 所以马上公司再从总公司再透过仓储中心 再运到我们的分公司 才寄到我们的经销商和使用者的手中 但是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呢 就是说我们的公司的产品 已经进入大家关注和追逐的阶段 那接下来当一个产品被认知了 甚至于被大家追捧的时候 接下来的阶段就叫做爆发期 那现在我们杰斯刚刚5年 现在我们的产品 已经被很多使用者喜爱并且推广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就是我们杰斯的爆发期 所以我们今天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福气 如果今天你就抓住这个机会 让自己健康 让自己年轻 让自己交更多朋友 让自己学习成长的同时 还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不但百分之百的投资 在自己的健康赚回来 而且还有机会去赚全球联网陌生人的钱 并且把陌生人变成朋友 并且帮助你的朋友也可以成功 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机会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任何一个商业时机 经过了爆发期 它就会进入一个稳定期 那现在杰斯就是在我们创造价值最高的爆发期 那今年如果我们有伙伴 线上的伙伴 如果有参加五周年的杰斯 五周年在澳门举办的五周年庆的话 一定会非常的震撼 因为这次在澳门的 一万六千人做得满满的 哇 那个气势 很多朋友是因为他看懂生意 邀约他的至亲好友 这个概念就像当年的马云 当时马云做阿里巴巴的时候 他第一个邀约的是谁呢 就是他的至亲好朋友 24位好朋友 因为这是我们人的天性 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知道一个好的消息 就好像我们知道一个好的电影 我们知道一个打折的 好的卖衣服 在打折 或者是一个好吃的餐厅的时候 我们情不自禁 我们都会给我们的朋友去介绍 这就是人的天性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可是我们以前跟我们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 我们有创造价值 可是我们创造的价值是 帮那个老板创造价值 今天呢 我们仍然有机会 可以去分享 把这个杰斯的好机会 去分享给其他的人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创造的价值 是为我们自己创造价值 那这次在澳门呢 很多的伙伴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看懂了这个价值 他们邀约了他们的至亲好友 那很多的朋友 因为我自己的好朋友也有去 看到了之后呢 非常的惊讶 说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可以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起点 都能够在这个平台 得到自己想得到的 得到健康 得到美丽 得到朋友 还得到财富的自由 那我想 今天在线上的朋友 除了我们已经是杰斯家人的朋友 我相信 你也因着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也一定把这个消息 转达给你的至亲好友 那在这里呢 我也真的是想说 各位好朋友 因为机会呢 每天都有 有时候我们会说 我们人生没有成功 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 其实呢 机会天天都有 只是说这个机会敲门的时候 你要不要开 如果开门呢 你迎接这个机会就是你的 如果你不要这个机会 可能就走到下一个门口 去敲开了另外一个人的门 那在现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 尤其是传统生意很难做的情况下 其实生意还是有的 世界上永远是有生意的 重点是这个生意 是不是时下大家要的 是不是大家需要的 如果这个生意是大家需要的 嘿 朋友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有可能 在不经意保养自己年轻漂亮的同时 给自己一个财富自由的机会 那今天呢 我们的说明会呢 就到这里结束 非常谢谢大家的时间 那也再一次给大家抱歉 因为我们今天的投影片呢 放成是英文的了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信息呢 我们大家都能够去 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信息里面 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信息 也在这里祝福大家 健康美丽 而且财富自由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